一名两岁半肉桶玩耍时 不慎坠入深井 接到报警后 富强路消防救援站 赶到现场展开救援 到达现场后 发现水井 直径40几米左右 也就是说 还不如我们的肩膀宽 然后水深是大在10年 水面以及井口是大在20米 被困的这名小孩 除了头部 其余的身体部分 全部尽在水面 可以说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这口井是村民抽水灌溉所使用的 虽然有保护的爱墙 但为了放置水泵 墙上留有窗口 孩子就是从这里坠落 此时已经在井下 挣扎了十几分钟 消防员先是利用绳索 往井下送入空气呼吸器 进行供养 出于孩子年龄太小 无法配合救援的考虑 消防员准备 采用最直接的办法 下紧救人 你找个小个子 知道吗 你快点吧 快点吧 这人机性大 是哪 是哪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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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紧救人 下紧救人 来ения 后面 后面 震惊 把他拿上 走 振 振 弹 在下到大约三四米的时候 我们的指导员下不去了 为什么呢 它的颈管 它不是直上直下的 它是错开的 错开之后 空间更小 我的肩膀就牢牢地卡在 颈臂错落的位置 然后我就尝试着用各种方法 把我的身体从这个 错落的位置穿过去 看哪扳住了呗 你动脑 人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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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捞上来 我们赶紧给它捞上来 捞上来以后 因为酒人这一块 我们全都下不去 加入这边也是一直要求 这不是人不下 实际上吃的真下不去 你也理解 想起哪办 下警救人失败 孩子家人的央求 使救援人员身上的压力陡增 随后 消防员马上利用挖掘机 经走警察的矮墙 扩大操作空间 准备使用绳索 再次尝试救援 所谓的绳索就来就是我们下活套 老百姓的图画是活套 活套就是利用绳做一个绳圈 这个绳圈不能大也不能小 太大了容易脱落 太小了无法宽绑小孩的身体 生命 生命 你让他压收 那个人往额探 你让他扫啊 生命 生命 生命不要回来 不要回来 你折吧啊 你便你手上啊 手套一边 手套手到里边出来 手套里边 手套里边 对 两个手套出来就套了 那个手套出来就套了 那手套出来就套了 从里边出来 这个生命救援的成功的前提是 被救者要求他有配合意识 但是这个小孩呢只有两岁半 加上长时间的这个水这个浸泡 你想想两岁的小孩 现在他的精神已经没法配合了 家人和消防员不断地通过呼喊 来引导孩子 将两条手臂穿过生套 这个时候从这绕过来都可以了 那边绕进去 那这个时候穿了没有 哪个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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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边 右边 右边进去了吧 右边没有 这边进去了 就穿这一边 这一边啊 让他只斜垮了一个肩膀 斜垮的肩膀这个位置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不能再往上骑了 因为在往上骑的时候 绳子脱扣 再进肩就更麻烦了 为了能够稳妥地把孩子拉上来 救援人员又是用工具 同时勾住他的衣服 脱住他的臀部 走走走 拿进来 拿进来 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